玩具TV第26季第5集 剛才玩完車仔 今次玩人仔 要介紹的就是登登登登 如果剛好大家有看到這個超人的話 對於它這個造型都不會覺得陌生 超人特利家的最強形態 其實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最強 因為本身還有一個Trigger True 但Trigger True與Glitter Eternity 對比對市 究竟哪個好抽點呢? 金色都接近 都是的 但它最終是True 無論如何我當作是最中型態 Glitter Trigger Eternity 盒就是這樣 一點特色都沒有 大家習慣到SHF 就完全接受到它了 好 它將三個不同的元素 統一了 令到它有三個綜合的能力值 好 這次要介紹的Eternity 你會看到它一貫非常吸引的造型 坦白說其實就著鹹蛋超人的SHF 你交得給LSS去搞的話 基本上在外形方面你都不需要擔心 要擔心的只會是QC 那不是顏色嗎? 顏色? 它真的是這樣的 即是它的索性 用屎金做主色 對 我認真的 它這樣做我反而沒有投訴 因為這隻的QC 其實坦白說我買了兩隻 我開了一隻 不用再開另一隻 在Toyce BB見到另外一隻 全新的 這隻我已經很滿意了 你一開球 不過我要用得很滿意來講 其實整件事是挺難的 但它做到 最難的是銀色 銀色通常是很容易 是的 本身你見到這次 它始終終極形態九成 特別是鹹蛋超人 都是金色的 當然Trader也不例外 會見到它的主要顏色都是金 我也不知道是橙金 橙金 還有銀色 當然藍色的胸口的能源指示器 是點絕的 但整體其實都是用三種顏色組成 但看上去我覺得是不突兀的 當然你會見到 我不知道在螢光幕看 這個金色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是 你可以說它是屎金 但我又覺得這隻屎金色 又不刻我討厭 我覺得蠻順銀的 但這個簡直是唯一的 是上色 全上色 是的 全上色 當然你會見到 它平時特別是鹹蛋超人 老實說銀色就當然了 但銀色和金色的處理是一坨屎 不過這隻 我說我這隻 我的QC是不錯的 見到金色銀色和橙金色 配搭得來又沒有一點點花蠟蠟 所以變成大家不用PM我 這隻我是不會放的 要買一個新的 等到Torce Bebe Torce Bebe要Walker回來才能復活 沒錯 其實外型也沒有說話那麼好 當然還有它的配件 大家其實有玩開這個超人 無論是鹹蛋和拉打都好 它現在很流行 慣例 你永遠會見到一些不屬於它的工具 這次也不例外 它包了一把聖劍 另外有Tradger的渣劍手型 你老美 不過不要緊我都會買Tradger 而且Tradger真值得玩 百多元 百多元 百五元 又漂亮 最慘是 質素又高又漂亮 手型來說也不輸蝕 配合剛剛好一搭 所以這隻我的評價是多高 不過當然重點都是要看你 究竟對於這套東西 愛的程度有多高 聽聞這套好像有一點回容 我想如果其實整套戲 我最扣病的是SmileSmile 即是那個主角怎樣 總之那個東西出來就 是的 但你說裡面的對決 特別我想真的要說一說 大家要留意整套東西 是真的要看回它的分鏡 而且特別是一些打鬥的場面 它很用心 當然場景來說 它堅持是用這個實景 這個真是 低炒船主 是的 特攝專用的鏡頭 是的 你鹹蛋 在這裡拍上去 是的 巨大感 是非常吸引 而且用實景的道具 你真是燒錢 每一集就這樣爆一爆 真的很吸引 所以看那些就不會覺得 我浪費時間 好 不好意思 我拆軟了一點 看看工具吧 這個可以玩 可以轉 剛才轉了一排 挺漂亮的 叮 叮 本身你會看到 這個不同顏色的水晶 紫色、藍色和粉紅色 是很漂亮的 本身外面都是透明膠 銀色底 而本身的劍身 你也看到銀色之餘 你會看到它有一點粉狀的反光 好像閃粉 好像閃亮亮 後面就一體成型 漂亮的 另外一個聖劍 金色的劍身 另外用了藍色的水晶 外面用了透明件 裡面噴了金屬藍 本身的條紋也很清晰 因為用了粒石 所以這把劍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我們玩這些換手 無論是拉打或是它 我都覺得有一點牙煙 但你拔下來 我還沒試過拉斷 你不轉的 我真的沒試過拉斷 聽到一些工程繼續下去 是 這些是特攝的 特攝的效果 你們帶下去 好了 當然 你說 整個造型來說 基本上是不能輸的 當然 真的要說回可動性 拿了一把劍 是否刑了很多 其實向上 不算可動性很大 因為你會見到 始終都有一些 在造型上的限制 令到它那個活動的幅度 不可以太誇張 但你見頸 這個後面這一節 其實是零零射射 一個分件 令到它活動的時候 就會縮進去 變成在這個 OK 向上 那時候的幅度就會大些 左右當然沒問題 我這個最遠景 肩頭位 裡面還有一節關節 所以變成在 胸口和肩膊前後腹的活動性 是會有一個不錯的可動 90度 90度 90度的原因 是你會見到 它在這個肩頭位 做了一點點空隙位 令到它可以把肩頭這一節的外甲 都放進去 所以就做到一個完美的90度 其實BANDAI做這些 就是 皮肚類的 都已經做得很成熟 是啊 嘩 接了 一個蝴蝶關節 可以令到它接近貼上整隻手 當然其實這一組 整組的組合 就會令到它可以很成功地做到這個十字死光 這個設計是非常之正的 所以變成一向的SHF 特別是超人系列 都在沿用這個方法 另外很清晰地看到 胸口和腰 有兩節的 關節 向前大概是這麼多 向後大概是這麼多 其實我還是有點擔心 本身始終它做得很合理 會不會你動得多 這些位置會有機會磨擦 令到它花 似乎不會 左右也是歸功於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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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的關節 令到它的可動性是不錯的 不過都是要留意 始終後面有一條類似脊椎狀的東西 令到會有少少阻礙 或者你動的時候不會特別好美 始終都是一個可動的玩具 大家希望將就一下 脖皮肚拉鍊 哈哈哈哈 好了到腳了 完全是 是Ironman 完全是沒有任何難度的 對 我們路友記 Ricky 又支持我們 謝謝Ricky 他會看到很漂亮的 膝頭哥 和小腿摺 那個 造型 腳腕 腳趾 全部都是動得非常舒服的 好了 那就放一個 有型的姿勢 放在它 就算了 這個我都買了 還沒開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通常買 基本方式和包方式 我就主力買 Final Form 但有時候有些 基本方式很漂亮 都沒有辦法 現在通常 基本方式和包方式 都會出的 是 我主力買Final Form 好 好 嘩 嘩 嘩 這個嚇串 哈哈 還要坐牌 這個怪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額頭的 那些 紋又是很漂亮 掉了 啊 走啦 一會兒見 好 好 最後一會兒見 乾杯